好 如果有位置可以往前移動沒有關係 可是 有的跑去 你如果目前搖滾區沒有位置你可以坐地上 那個從下面的視角往上看修修 你會覺得他更偉大 你有點太前面 等一下修修會踩到你 那麼這裡 有啊 我會進去 有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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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老师 大家晚安 晚安 好 我先跟你们聊天等一下 等一下大家 有没有吃饱 有 等一下又要吃宵夜了 休休讲完就要吃宵夜了 好 我们今天晚上可以要正式开始了 各位老师大家晚安 晚安 各位老师大家晚安 晚安 各位老师大家晚安 晚安 果然都是小学的导师 知道我在干嘛 好 今天晚上的课 我们请到我们非常非常有名的YouTuber 他说他还是什么 I in screen girl 我念不完 等一下他自己会介绍 我们今天请到张修修来为我们讲一堂他的不正常人生 那修修在前天晚上他Message给我 他说他觉得说他讲完了以后希望老师们得到哪些东西 我说你的不正常人生就可以给老师很多很多的启示 不管你是谁 不管你身为老师或身为父母 那我觉得修修的故事你可以给你很多很多的启发 我听过他一次的演讲 其实我们不管是老师或是父母 我们现在都给孩子太大的成绩压力了 那这些成绩压力会造成孩子的束缚 当然修修其实基本上他是个人生胜利组 大家有时候本事不够不要学 不过听完他的故事以后 我相信大家会有一些启发 就是说我们人生有很多很多的你给你的孩子太多人生的限制了 那这些限制可能会限制你的孩子的一些发展 那人生有什么可能性呢 就是我们这一节课修修要带给大家了 我们掌声欢迎我们修修 校长你让我这样措手不歇 诶 时间开始走了 我们再用一次那个喪失那个梗 对对对因为我要录影 我现在是YouTuber然后要录影 你等下隆重帮我介绍 然后我就从 我等下会从后面那里就跑进来 然后大家就是掌声加欢呼加尖叫声 我们的跑道不太宽 没关系 我刚刚已经热身过了 我觉得我可以跑个一两圈 然后看大家的 好这一条路大家让一条路给修修好不好 有有这里可以 好这边可以 好那你要我怎么做 等一下我出去 对对对你要嗨一点 这样大家才要嗨 好等一下 你需要麦克风吗 你需要麦克风吗 好OK 我等下拿出去 然后我说好你就介绍我一下 好各位老师准备了喔 当了一下我的演员 现在还要当演员 好你可以了吗 给我一个手势 让我们掌声欢迎 张秀秀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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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哇 哇 没有三轴稳定器 好咖 咖 喔 所以你知道那个YouTuber都是假的齁 所以他们很多都是say的啦 都say好的 所以这咖先到这边 我今天来 介绍跟大家分享我不正常人生 我刚那个 我刚那一趴其实是有用意的 你知道 你知道 就是 我传 然后我为了准备这样的演讲 我真的这两天睡眠不到 就是平均不到两小时 大概是相当的 应该是我人生走跳生涯到现在 最大厂的一场演讲 因为 因为嘛 你知道大家有听过一句话 就是说你假的 就会变真的 这个人讲的 叫Amy Cardy 他说Fake it until you become it 所以我就一直 每次 我现在每次演讲 我一定要假装我是超级巨星 然后 我觉得应该一百场以后啦 就期待有朝一日 我真的 走进来我不用cue大家 大家都刚刚那种反应齁 我现在其实是 就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张修修 其实我本名叫张修为 但是 修修这个绰号 就从高充 就开始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叫我修修 我现在的职业 有一个蛮特别 就是 我是一个YouTuber 然后 我不是普通YouTuber 我是International YouTuber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去年 做了一件事情 我邀请到一个 国际级超级大咖YouTuber 来台湾跟我们一起 骑车拍片 介绍台湾 这个是片段 放给大家看 我带他去骑车 骑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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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1965 发自平均 车 帮他来开 ving沙 movement 人生更多 一直感情感情感 很棒 我們要走 上去 上去 我們繼續過夜 凍結束 凍結束 現在是9.30pm 是這一次嗎 對 對 當我們到達完結線 他的妻子在等待他 在錄影中 為真正的贊助 大家想知道真正的獎勵是什麼嗎 想知道的話就先不要落跑 要聽到最後 之後就跟你說 我覺得 其實我一開始沒有那麼不正常 其實我一開始 是否正常的 然後我想趁今天這個機會 跟大家講一下 我如何變這種不正常的故事 我以前我長這樣 就是看起來比較正常 我是交通大學資工研究所畢業 畢業之後 進了華碩 然後被派到印度去賣電腦 然後 我覺得印度實在是太受不了 就回來之後加入聯發科 最近股票漲很多 聯發科業務 那現在我的不正常的版本呢 我現在是一個國際領隊 跟國際導遊 我也是腳踏車的領騎 就專門帶著客人去騎腳踏車 環島之類的 我也是一個YouTuber 剛剛講過 我現在還是一個Podcaster 等一下後來跟大家介紹 我的Podcast節目 我覺得從以前的 比較正常的我 到現在不正常的我 我覺得真的就是一個 算是一個英雄旅程吧 然後這個 這是我的精神導師 我的那個人生一些選擇 我都是依照我的精神老師主夫 我就來跟大家從頭說起 這個故事要從2012年開始說起 大家回想一下 2012年發生了什麼事情 有印象嗎 其實對我來說 2012年是一個台灣很躁動 很風起雲湧的一個時代 那時候從反核開始 一連串的社會運動 然後我那時候是34歲 然後我在聯發科業務第三年 考基excellent 連續拿了第三次 如果說 大家如果有知道的話 就知道這個其實蠻難的一個 一件事情 然後我那一年的薪水 加上獎金超過400萬 然後就是整個 有沒有 年輕有為表人才 錢賭無可限量 我那時候腦子裡面 就只有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就是 賺更多錢 就賺股票 賺更多錢 第二件事情就是 把妹 就缺個妹 所以說 我記得在2012年的6月底的時候 就有一個同學 有一個朋友 他介紹一個女生 我就在想說 我要帶他去哪裡約會 去吃餐廳啊 看電影啊 其實都很老套 我就在FB上面滑開有沒有 就是比較有趣一點的活動 就可以 就是讓他印象深刻這樣 結果就看到這一個 這一個演唱會 這個是2012年 在台北的WAR的一個演唱會 他很特別喔 他有很多我很喜歡的歌手 像是林森翔 我超愛林森翔 他說我覺得台灣第一Rock 再來就陳其真 還有滅火器 這些都是很厲害很大咖 你知道最特別是什麼嗎 他免錢 我想說哇 真的太好了太有機會 現在我這麼多我喜歡的歌手 然後他又免錢 我就帶他女生去看 結果一到 才知道他是一個反和演唱會 每個人都在那邊比有沒有 我是人我反和 2012年的口號 我就在那邊看那個 那年的主持人 是張鐵志先生 他就在那邊講說 欸台灣的核冷的議題啊 核四有多少問題啊 冰裝車什麼的 然後我就站在台下那邊 嘴巴開在那邊看 其實那個時刻 我覺得是我人生 算是啟蒙吧 我第一次知道 台灣原來有這麼多事情 我不知道 但我應該知道 我去一邊聽 一邊聽一邊聽一邊聽 然後就問說 我旁邊那女生 那已經有點曖昧了 就說欸 你覺得我們是該做些什麼 然後他就說 你等一下想去哪裡 沒有啦 反正 後來我就沒跟他聯絡 因為我覺得他根本就 不知道我在講什麼啊 然後那時候我的那個 心裡面那個 憤青的魂你知道 就被點燃了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34歲才被點燃 所以我就去參加很多很多的活動 像是2012年反和 我第一個出馬 我就背著反和騎去跑 把他跑完背在背上 然後我跟我當時的女朋友 現在的老婆 一起去參加遊行 那我覺得我最熱血的是什麼 你知道嗎 我在聯發科內部 我把我的同事們揪一揪 甚至連當時我的業務總經理 一起來說 來來來來 我覺得有件事你們一定要知道 來來來聽我講飯喝 然後大家就在那邊聽一聽 然後就叫他們一起去遊行 這樣 然後到2013年 更多事情發生了 然後大埔張藥房事件 強拆張藥房 還有紅仲秋事件 我還去張藥房前面去聲援他們 怪手要來挖 去擋了有沒有 超熱血的 然後 那個白山君30萬人上街 我那一天帶著吉他 我就在凱刀上面跟大家唱那首歌 你敢有聽到我的歌在那邊唱 超級熱血 然後在2014年 大家都知道發生什麼事吧 太陽花學運 太陽花學運一發生那時候 然後我跟我老婆 就馬上衝到立法院前面 就因為慢了5分鐘 如果早5分鐘我們就在裡面了 所以慢5分鐘我們去畫面 聽林明聰老師那邊講 講講講講 然後我覺得很熱血啊 然後3月23 大家到青島東路首頁嘛 我就去睡馬路你知道嗎 睡睡睡睡 然後隔天早上 就是凌晨就聽到 進攻行政院那邊吵吵吵 然後隔天我就看到這個畫面 就大家在那邊 坐在那邊很和平的 來表達他們的訴求 可是我一邊走在那邊 我就看著他們 我就想說 我年紀也不小了啦 就是 我這樣子一直在街上衝撞 然後去參加這些活動 遊行 我到底能改變什麼 所以我那時候腦子裡面 就從本來是只有錢跟妹 漸漸消失 我就想 我想要為台灣這塊土地做些什麼 這個是我2012年開始一直在想的事情 但是 我想不到 所以我決定出走 然後我出走的方式很極端很不正常 我就去背著吉他環遊世界 這個是2013年發生的事 我那時候就想說 好 我既然在台灣找不到答案 我去這個世界找我看 我給自己規劃了一個兩年的旅行 環遊世界 騎腳踏車 地段是這樣 從中國的那個 在立江出發 然後我穿越 就越過蜀道啊 翻過秦嶺啊 到了成都西安 然後在走私路大烏魯木齊 這樣總共5千公里 之後我飛到莫斯科環照 歐洲一大圈 最北到蘇格蘭的那個愛丁堡 最南道的那個 土耳其伊斯坦堡這樣子 8千公里 我覺得最後一段 最後一寫在台灣也沒有人做過 是我從埃及開始 開羅一路往南極 騎到南非好望角 一萬兩千公里 我給自己兩年的時間 因為魯夫說變強要兩年 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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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看海神王就知道 兩年的時間 然後我算一算總理程數 兩萬五千公里 你知道我看到這數字有什麼感覺嗎 腳軟 真的好遠喔 世界好大喔 這件事情到底能不能辦得成啊 因為我是一個很沒自信的人 我要達成一個目標 我一定會有很多計畫 所以我就開始一連串 整蜜的準備過程 我去 因為我怕自己的體力不夠 所以我在出發前 我抱了一個超級體驗三項 就是226公里了 然後我在14個小時之內完成 然後我也看了很多那些郵寄啊 他們說在外面騎腳車很容易被搶 所以我去抱了這個自由搏擊班 去學芳生 然後我就在出發前 我就問了教練說 欸教練 你趕快跟我講一招 就是我真的遇到歹徒的時候 我來可以使出哪一招來 他跟我說 你跑就對了 我超氣 我隔天就不去了 然後我就出發了啦 就是發生很多事情 我在愛沙尼亞的時候 就在全國的電視轉播面前唱 林鄉人鄉親走 然後說 I'm from Taiwan 然後我也在約翰蘭龍的雕像旁邊 這個是利物圍的 我向旁邊唱Imagine 然後我在蘇丹幾千年的 歷史金字塔旁邊 搭帳篷過了一晚 然後最後 在南非好旺角 舉起了我的腳踏車 完成了這趟旅程 但是 我還是沒找到我能做什麼 所以我就回到台灣了嘛 那個是2055年 然後我就想說 欸總列找點事情做吧 你知道昨天是什麼嗎 我把在台灣等了我兩年的女朋友 娶回家 對 他在台灣等我兩年 有人說 我跟他的愛情故事 其實比環遊世界故事更勵志 我覺得我更深表認同 對不對 在我其實 我還沒找到我真正能做的事情之前 我也做了很多的嘗試 像這個是 我想要成為暢銷書作家 我覺得 這件事情這麼屌 所以我寫出來 因為大家就狂買買報道 就變成 創作家 上節目 通告節目完 就沒有失敗 然後後來我想說 欸我那時候 因為網路新穿很紅嘛 就跟一個朋友一起 合作開發一個 騎腳踏那個 就是手機的APP 我可以騎著他 我可以 就是下載他 我騎腳踏車的時候 我可以把路線紀錄下來 然後做成圖文的這種郵寄啊 然後大家就會來下載 我就變超有錢 就沒有失敗 然後我真是走投無論之後 我還跑去找我連八哥老闆說 然後我老闆 現在還回得去嗎 然後那因為我老闆對我很好啊 就是業務總經理 他說其實那時候 連八哥在做一些業務重整 組織重整 所以可能那個 黑康還freeze一段時間 如果真的急的話 他願意把我 介紹到他的朋友 的那個公司那邊去 我想說 我只是回去歸一下而已 還是不要 就是不要動用到老闆的這個 credit這樣 所以 這個也是失敗 然後我就做了好多好多事情 這些嘗試都是 以失敗收場 然後我就開始陷入了嚴重的恐慌跟焦慮 我真的 因為其實我仔細想 從小到大 都有 不管是老師或是爸媽 他給我一個目標 他都跟我說 你要有一個幸福快樂的人生 你就要做幾件事情 念好書 考好學校 找到好工作 買車買房 結婚生子 你就會過著幸福快樂的人生 但是我現在已經偏離了這條 好像他們給我這條路 我忽然不知道 我要做什麼 我沒有目標了 我就好像在 整個大海裡面 就是茫然無助 在那邊漂浮 所以我就大概有整個 我不知道我要做什麼 所以我大概就是有一年的時候吧 我的狀態是這樣 我就可能一早上起來 我就會跟 可能睡到中午 我就跟我老婆說 老婆 我就前途茫茫 然後就繼續去睡 然後就這樣很軟爛的 躺在床上 大概 可能過一個禮拜之後 我就想說 我現在有一個idea 我覺得可以改變世界 超屌超屌超屌 然後 隔一個禮拜又變回原樣 大概持續了一年 然後我那時候真的是 試了很多方法 去參加心靈成長課程 然後去報禪修班 聽師傅獎金說法學習靜坐 後來就慢慢好了 但是我覺得轉捩點就是 這一個人 他打一通電話給我 他是台灣雲報 這個自行車品牌的董事長 徐正恩先生 我就是騎著哈的腳踏車 去環遊世界的 那天他就打電話跟我說 欸修修 我現在這裡有好多腳踏車 放在那邊 有沒有人要租 我們要不要主動出擊 我們去找一些人 來台灣 我們帶他去騎腳踏車 好不好 我聽到我真的覺得 這個就是一個頓悟的時刻 就是 怎麼會沒有想到 我把電話掛掉之後 我就想起我三年前 在環遊世界的時候 遇到的一些事情 大家都知道 出國經驗嘛 然後出國的時候 你都會跟認識的朋友 新朋友介紹 很興奮的介紹說 Hi I'm from Taiwan 然後他們的回應是什麼 我也是台灣 第一個 台南 然後我就很不爽 我就覺得 台灣是一個這麼好的地方 對不對 好東西要跟好朋友分享 為什麼都沒有人知道 然後我就覺得說 我以後有機會 一定要做一些什麼 所以這剛好就是 我可以做的事情 就是把全世界的人 帶來台灣騎車 讓他們借我腳踏車 來認識台灣 甚至愛上台灣 因為我已經騎了大半個地球 我很清楚 台灣絕對有這個潛力 可以成為全世界世界第一的單車勝利 這個就是我可以做的事情 我那時候就整個 超級開心的 可是找到目標這件事情 開心一下 就沒了 因為你要想要怎麼做 要怎麼做到 我這個人就是很有策略的 就是我確立一個目標之後 我就開始想說 我要達成什麼步驟 我才可以辦到 我那時候自己歸納了三點 這三點 第一個 我要先把產品設計上來 對不對 就你要有東西 你要有旅行產品 才有辦法去賣 有東西怎麼辦 你要去想辦法 讓別人知道 你要去行銷 所以第二個 我覺得影片 是我們要推廣 這件事情 最好最好的方式 你光講講講講講講講 你很難去形容說 在台灣騎腳踏車是多棒 但是你放個五分鐘的影片 大家一看就知道 可是你有影片之後 你還要想辦法讓全世界知道 因為現在在YouTube上面 到處都是一大堆影片 那你憑什麼讓人家知道你的東西 我就把這些步驟 一個一個來拆解 我來跟大家說 我怎麼辦到 第一個 我先去跑領隊跟島的執照 最簡單的辦法 基本 然後再來就是說 我跟一些很志同道合的朋友 本來就一久在騎車的 我去更深入的去探索台灣的路線 規劃行程 因為我們要做的 不是那種就是 九天八夜環島 然後你整 就是環島過程當中 你就一直看著馬路這種行程 我們是要更深入 更能發現台灣美的這種行程 所以 這個是我在荷環溪 我們那時候去沿著荷環溪 然後去騎著腳踏車去看櫻花公文歸 在那邊泡咖啡 超爽 然後再來這個是我跟一個很 很資深的在台灣探索腳踏車路線的前輩 然後我們去到 這個是例行產業道路 這是瑞岩部落 我們去看泰雅族的發源地 有個發祥石 然後再來這個是在實體坪 我們在實體坪 規劃了一個 就是又好看又好吃的一個 然後去原住民體驗做竹法的那種行程 我把它全部拍起來 想把它做成影片分享給大家 然後再來 行程規劃出來之後 你當然要 因為我們自己沒有開旅行社 其實帶團這件事情是特許行業 你有導遊 你有領隊執照 你還是沒辦法帶團 你要跟旅行社合作 所以我就找了一個旅行社 他是全台灣 他在做入境旅遊 我覺得他是做最好的 最有Sense 他叫My Taiwan Tool 這個是老闆Michael 我就跟他一拍即合 因為他們很早就想推腳踏車旅行 政府也一直找他們說 你們有沒有相關的產品 可是因為腳踏車旅行這件事情 很專業 所以還是需要專業的 他們想了兩三年 遇到我找上他 所以我們馬上一拍即合 決定之後 決定合作之後 就是我們在10月的時候碰面 然後隔一個 就是隔年我們就去探索路線 然後把整個產品規劃出來 上架 然後很貴喔 所以我們是要做那種高端 就是外國人來這種行程 好 這些產品面 我覺得ready 再來就是行銷面 到底要怎麼拍一個好影片 其實我從很早以前自己就 開始有摸索了 但是我覺得總是還差了一點東西 所以我就 我第一件事情是 把老婆送進最強YouTuber團隊 因為2017年那個時候 整個YouTuber市長很火紅 所以阿滴英文 阿滴 那時候就他的那個 好像他是客人的粉專吧 就說他們在缺會計財務人才 然後那時候老婆剛好 就是在轉換跑道 他就是學會計 說你要不要去試試看 我就跟他弄得很詳細的 一個面試的那種策略啊 然後整個履運弄了 然後跟他演練很多次 就順利的進去了 我就想去看看他們到底在搞什麼 這阿滴嘛 然後在員工旅行這樣 所以我就在這個員工旅行 我跟他們有時候出去 就是混的過程啊 我看他們是怎麼工作的 我看說 全台灣最屌的YouTuber 跟YouTuber團隊 他們怎麼分工的 怎麼拍影片的 我大概知道了一些概念 但是我覺得 還是不夠 所以我開始 開始 瘋狂的 這我們兩個 瘋狂的 看YouTube影片 因為你要變厲害 像 大家都知道嘛 如果說你想要寫 很會寫 你就一直去看書 看久了 你就好像就會有些sense 所以我就一直不眠不休 我上網看YouTube影片 結果都看國外的 因為覺得台灣的 好的不多 我那時候有三個 不知道跟大家分享 我覺得國外 我現在覺得還是很厲害的三巨頭 我叫他三巨頭老師 因為我從他們那邊 也學到太多了 第一個是這個 叫Peter McKinnon 他是加拿大人 他現在的訂閱啊 已經到了490萬 我每次演講 就要改一下這數字 因為他一直在增加 然後他是 以精緻的攝影教學為著稱 我那時候因為看很多 我想要知道 欸這東西怎麼拍 這東西怎麼剪 常常從YouTube上面 搜尋出來的影片 都是他 所以我就去看他的東西 然後就看他看久了 就變粉絲 他的作品厲害到什麼程度 厲害到 他的照片被加拿大做成那種 官方紀念貨幣 然後他在2019年 還得到一個獎 叫Showly Award Showly Award你把它想成是 在美國社群媒體的奧斯卡 他得到了最佳突破成長的YouTuber 你知道同台競技有誰嗎 威爾史密斯 那一年威爾史密斯 跟他一起同台競技這個 就競爭這個獎項 他幹掉威爾史密斯 很厲害 從他的頻道 他跟 有一次就看到他跟一個人合作 這個人叫Casey Neistat 有人知道他是誰嗎 所以這個國外的YouTuber 跟在台灣其實還不算是很普遍 他叫Casey Neistat 他更厲害 他訂閱是1,210萬 然後他是從2015年開始 3月每天一支影片 大概持續1年多 在台灣有很多日更 每天拍影片的就是受他的啟發 他在那一年快速訂閱速度 快速增加 他可以說是 而且他的影片是 用那種很多電影的分鏡 一個人 就是他一台相機 他這裡擺拍一個 走一次 那裡擺 再拍一次再走一次 就是他一個鏡頭 可能他是要來回走好幾次 那個年代沒有人這樣做 他是第一個 就是 就是興起這個風氣的 他可以說是YouTube的教父 你也如果說 他可以算是 我覺得音樂界的Beatles 然後可能是籃球界 Micro球界 就這種等級 大家有概念 然後從他那裡 我又知道這個人 叫Dan Mace 他是南非人 他是KC United 最好的朋友 是一個南非鬼才導演 我覺得他的東西 是我現在在 這個YouTube的平台上面 我覺得最厲害 最有創意的 然後我就一直看他們 看他們的影片 然後不眠不休看 然後我想說 那你看了之後 你怎麼要拍些東西出來 我那時候沒器材 所以我就善盡家財 把這個 把設備買齊 但後來發現 這個是完全不必要的 就是動作大家不要學 完全一點意義都沒有 就是大家手邊的東西 就可以拍得很好了 然後一直不斷練習練習練習 練習到後來 我給大家看看成果好了 這個影片 是我在環遊世界回來 我自己剪的影片 環遊世界的過程 我環遊世界的過程 我選擇 由來給大家看看 負面 所有我的擔任 雖然有幾分 一人會五千里 你也是為何一個工夫 有關於 一筆人 有什麼工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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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甚麼工夫 有什麼工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把最後這個部分剪下來給大家看 因為整段8分鐘太長了 然後我用英文 因為我要跟外國介紹台灣 我剛才說 這個地方是完美的 是山路的 當然 我們不期待去逛逛 in the wind it's a fading in the light i never wanted this behavior still alive i lost what i thought was mine i get in trouble when i try to step aside we're on the same after an hour we were so exhausted and decided to call it a day then we went to buy my favorite energy drink 好這個就是 那我知道有看出那差別 差別就是我去騎一個腳踏車 我還帶空拍機跟三軸穩定器 大家今天玩三軸穩定器 蠻好玩對不對 我是帶這種 給這種用的三軸穩定器 一點都不好玩 好我那時候就覺得說 我已經有能力拍出好東西了 剪出好東西了 但是重點就是 你要怎麼讓國外的人看到 我那時候又給自己一些 很整密的策略 我自己覺得很整密啊 就是說 第一個就是我覺得我想要去邀請 自掏腰包邀請國外的YouTuber 來跟我來台灣拍片 而且啊 他的訂閱數一定要在10萬以內 要不然我會破產 那其他款TI就是他必須要在歐美 因為歐美他們講 歐美YouTuber 尤其是美國加拿大 他們講英文 他們的受眾是全球的 然後最好是旅行旅遊相關 一直做下去 做到 我錢燒完為止 我那時候真的這麼講 腦袋實在是很單純 然後就真當我已經列出了幾個candidate 幾個那個就是候選人 正準備要寫信的時候 有一件大事情發生了 大家還記得我剛剛講的那三巨頭老師嗎 第一個 左邊是Peter McKinnon 右邊是Casey Neistat 中間是Dan Mase Dan Mase在他的頻道發表了一個訊息 他寫了一個影片跟大家說他最新的計劃 這個是他的計劃 Dan's back So Dan What have you been up to? I'm back in New York Yeah I know I mean I'm here Obviously We're in my office Tell me something I don't know So Dan What else are you up to? I'm starting a new YouTube show Okay Which is called Not Normal I built this map Where you can come on as the viewer And plant your seed Which is an idea And I will fly to you to complete that Any idea that pops into your head That fills you with joy, curiosity Or some sort of firing desire I will come and help you finish your thoughts What if somebody's in like Thailand I'll fly there Thailand Thailand New Zealand I'll go back there When are you starting this? It starts today When are you gonna leave New York? In three weeks Just got here Dan I know but then I'm coming back I have to do this That's essentially what I want to do And utilize YouTube for now And that sounds awesome Make sure you go to Dan's website And plant your seed inside it No dude No not that one And plant your seed on the site Not in the site Not in the site Not in That sounds awesome Dan Make sure you go to Dan's website And plant your seed today Is that good? That was good Fifty bucks Yeah Okay Welcome to the Not Normal map Where the show really starts with you Start by entering one your city And two your seed My team then selects the most compelling seeds each week To become a collaborative video between you and I around the globe Wherever you are This is not normal A dedicated outlook on following through on more of your thoughts 我不曉得 大家能不能去想像一下 我當時的心情 我真的好想他來啊 我真的好想他來啊 我真的就是在那邊跳跳跳 然後我大概尖叫了三分鐘之後 開始想方法 因為 就一有一個目標 我就會想方法去達成他 這個是我之前都很擅長的事情 我真的想啊 就忽然有一個隱藏關卡給我 我怎麼可以不去破他呢 身為一個電玩仔 我要去破他 我隱藏關卡就是 我要如何把他找來台灣跟我一起拍片 因為他是一個 他的受眾是全球的 而且他創意真的是 我看他影片我每次都跪 所以就不知不覺跪在地上把他看完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超屌的 真的大家等一下回去可以去看他的東西 他最近PO了一個 用黃瓜來演奏樂器的一個 反正他就是一個超級鬼才 我很想要找他來跟我一起 就是來台灣跟我一起拍片 我覺得有他的影片 一定可以讓世界看到台灣 是多棒的一個地方 好 問題來了 我那時候開始擬定策略 大家知道費迷法是什麼嗎 等一下跟你說費迷法是什麼 我估計以他的訂閱數 他在可能第一週 就是發佈初期就有十萬個人看影片 這十萬個人裡面 可能會有一萬個人去種一下種子 這一萬個種子裡面 可能有九千個是還亂的 所以有一千個人會不會顯示在網頁上 然後這一千個人裡面 他會想說 我可能還在做一些事情 我才能被看到 所以他可能會 去寄email 或是去他的辦公室堵他 whatever 就嘗試別的方法 吸引他們團隊注意力 但是我覺得 可能就會只有十個 會拍影片 而是YouTuber 你要來台灣跟我一起拍片 我用影片跟你說 為什麼你要來台灣 那我的策略很簡單 我只要成為這十個裡面 故事講最好的 木耀明確 好 那講誰的故事 大家覺得講誰的故事 我一開始就想說 當然是我自己的故事 因為剛開始講說台灣 講台灣故事 台灣好可憐 被有一個惡靈去擠壓 然後發生很多很多 有了沒有的事情 好可憐要來幫我 但是一個連台灣 跟泰國都搞不清楚 愛國人 他誰會管你台灣發生什麼事 他們自己的國家 都有很多應該會 應該要注意的事 所以當然是我的故事 而且要快 你知道為什麼 因為他那個是 週一週的節目 就是說他一開始就把那十個 一開始挑十個人 如果他就把這十個人 全部挑完的話 我就讓我的影片拍再好 他太感動 他前面都已經決定了 還是沒有用 所以一定要快 我那時候就給自己一個目標 把我在兩週之內完成 我把他頻道所有所有的影片 從頭到尾看了兩次 我要知道他到底喜歡什麼 他關心什麼 他在意什麼 然後把我自己的過去的經歷 找出那種可以跟他連結 會引起他共鳴的 然後寫好中文腳本 因為我英文不是很好 所以我就要找一個 英文比我好的人 去把它翻譯成英文 然後論稿 然後再就是一連串拍影片 錄製 配樂 剪輯 上傳 這些全部要在兩個禮拜之內完成 我給自己的一個時間 這個是在澎湖的澎城飯店 這去年六月底的時候 澎湖花火節 然後我就帶著我老婆去看煙火 然後因為我一直在趕片 就是前幾場 去那裡住了一個禮拜 結果前面都沒有看到煙火 想說已經追上煙火一定要去看 可是我還沒剪出來 這個是澎城飯店的廁所 因為他們房間裡面沒有書房 沒有書桌 我只能在廁所剪片 然後就好像外面廣播 就是那個時間已經快到了 然後終於我把影片輸出 然後上傳的時候發現 飯店網路沒辦法上傳 然後就把自己的那個 手機的那個司局打開 把筆電背在人上 然後一邊上傳一邊牽他的手 去觀夜庭看煙火 然後就在煙火這樣砰砰砰的時候 傳來通知說我的影片上傳完成了 我馬上寄了一封E-mail跟他說 欸我是XiuXiu 我來自台灣 而不是泰國 然後我在你網上送送送子 然後我 除了送送子之外 我還做了一個影片給你看 我希望你看看 為什麼我要邀請你來 這個是我做的影片 你好阿 這是XiuXiuXiu 台灣 我的家地區 是一個小島 最新的地方 近來中去 但是很多人 疑問台灣 和台灣 但是 但首先,让我告诉你我的故事 在2013年,我做了我的工作 我继续游戏的世界上, 我继续游戏在我的背后 这并不是平常的 我从台北, 最终的地方是你的家庭, Cape Town 我继续游戏通过中国, 通过鲜鲜鱼路, 然后到鲜鲜的海岸, 游戏远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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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帮我一辆大水 可以帮我一辆大水 可以帮我走到凯了, 紧紧通過危險的瘦狂和沙漠 直到卡片 我兩年來走25,000km 根據我的計劃 車輪的車輪是10,820,000路 因此我的書籍是名字的 這個 你可能問為什麼你做的 I've always wanted to do something for this beautiful island For decades, China has been exhausting all its means to obstruct Taiwan's participation in all international communities Futhermore, they even claim Taiwan is part of China's territory Some examples They keep blocking Taiwan from attending WHA Even the fact is that Taiwan's medical system is one of the best in the world They forced some major allies to change the option of Taiwan to Taiwan comma China as the province of China in the selection menu They continuously use economic power to buy out Taiwan's allies, forced them to cut the tie with Taiwan As of now, Taiwan only has 17 allies left We were and still are isolated and ignored by international communities We need friends, desperately I didn't know what to do So I chose to step out To search the answer in a big big world In every place I travel to and with any person I met I told the story of Taiwan One day, I visited the Occupation Museum in Riga The capital of that year Before wrapping up the visit, I had a little chat with the museum staff I said, I was really inspired by you Baltic people How you stood up against the Soviet Union peacefully And I said, we Taiwanese are facing a similar situation as you were The staff was surprised and baffled He said, I saw Taiwan was part of China but only richer And the people in Taiwan were happy about it I immediately replied No no no, Taiwan is like what Tibet was and what Hong Kong is The only difference is that we don't have a Dalai Lama to tell our story And he said, oh sorry, I didn't know that Thank you for telling me Besides, you are telling the story of Taiwan Why don't you be the Dalai Lama of Taiwan? His words hit me so hard But sooner after, I was overwhelmed with self-doubt Can I? Who am I? What story can I tell? Cary all the self-asked questions I continued my journey One year later, I reached the final destination I lifted my bicycle over my head at the cave of Good Hope Well, the answers were yet to come in light Then I flew back to Taiwan It was June of 2015 After settling back home I tried many things to pursue my dream I built a map for cyclists to recall their past with photos I built a travel block to share my cycling tips and stories But these initiatives got me nowhere I plunged into depression and anxiety I would have lied in bed for 20 hours And couldn't move myself a bit Till the day, I got a call from the owner of a Taiwanese bicycle brand Who sponsored my journey He said to me I've got hundreds of bicycles sitting there waiting for someone to hire Why don't we take the initiative to find ways to attract foreigners to come cycle in Taiwan It was like an epiphany How could I not think of it? I've cycled half the world And I truly believe Taiwan is one of the best places to cycle I did cycle through some countries with great infrastructures for bicycles Such as Germany and the Netherlands While enjoying the smoothness Sometimes it could be boring with the same landscape over hours and hours In Germany, I could go for 3 days with only trees in sight In the Netherlands, only trains stretched for as far as I could see I once felt asleep on my bike Imagine There's no place like Taiwan that you could have it all in one day Picture yourself hiking in some mountains over 3000 meters high And then in the afternoon You just hop on a bike Cycling all the way down to a beach to surf in the Pacific Ocean What's more Along the way You could see mountains and gorge Tea plantations and paddy fields It's gonna be a feast to your eyes Various cultural forms and lifestyles Of Aboriginal, Han, New immigrants weaving together While admiring the diversity You could refill yourself with local cuisines Interact with friendly locals And hospitable police officers Not to mention that Taiwan is also the heart of bicycle industry We have neither monuments of thousands of years Nor grand mountains covered with snow Yet We do pride ourselves with these dedicated sceneries Delicious cuisines and wonderful kind people They are like pearls from the oceans It is unique And it only takes a bicycle To thread the pearls To be one of a kind piece of jewelry This is the story I want to tell I started out exploring Taiwan with my bicycle In a throwaway I have never done before With camera and a drone I took a lot of photos and footage from land and air Meanwhile I tried to draw out suitable itineraries I had the pleasure to guide a group of French visitors Circling Taiwan on a bike that year I also took a swiss family Who has been living a nomadic cycling life for 8 years To cycle the east coast of Taiwan And they just loved it When I was about to start my youtube channel To show the world how fantastic it is to cycle in Taiwan You launched your non-normal show So I have to do this I would like to challenge you To cycle one of the most difficult cycling paths in the world The king of the mountain This path starts from the beautiful coast of the Pacific Ocean And ascends to height 3,275 meters at Wulin Lance totals 100 kilometers with 3,500 meters ascent It's not gonna be easy Yet I could guarantee you It will be once in a lifetime experience Of course you can always hop on an e-bike Or a small vehicle if you want So please Please come to Taiwan to cycle with me And help me to tell the story of Formosa The beautiful island of Taiwan Oh And other than that I just want to say You are awesome crew And thank you so much For telling us that we are awesome too I'll see you in Taiwan Thank you Thank you And I found out Thank you Do you really feel that Who is coming so far? And he said The full island of But he can get in the blue 就是情緒 我覺得我真的一定要跟Dan分享你的故事 我那時候就想說 既然他旁邊的他的同事看了都有這種感覺 他本人看到的不就爆掉嗎 所以我就在幾封Email來回之後 就確定了Dan Mas他會來台灣跟我一起拍片 就我成功的邀請我的偶像來台灣跟我一起拍片 然後真的就在過程中啊 我一直不斷看到這些 就是國際級 世界級他的Film Maker是怎麼工作 我真的他是用一些我無法理解的方式工作 像這個是拍一個鏡頭有沒有 然後這個是拍他的片頭 然後我就帶他去一樣 帶他去台灣到處走走 然後他說他要去這個地方 我想說不是大家來都會去終身紀念堂嗎 那他為什麼要去228紀念公園 我也不知道我也沒問他 然後他自己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 然後帶他吃芒果冰啊 然後就是我們花了很多時間在討論說 我們這個影片要如何呈現 到底我想要做的是什麼事情 這其中一個腦力激浪的結果 他還說欸 舅舅 我現在已經訂好機票 我明天就去中國 我們去北京 我們在天安門上舉送到民國國旗 我說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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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這樣子啦 然後他就想說那我們去香港好了 我們去香港好去跟那些思維抗議 他就在鬧我啊 很多什麼驅弄啊 什麼就一大堆有的沒有的 想了之後 就決定還是要去騎車啦 我也真的幫他搞了一個電動輔助自行車 因為我帶他去爬向山 他體力有夠差的 我想說他在影片裡面看起來 就好像這體力很好衝浪啊什麼 所以YouTube真的都是假的你知道嗎 他體力超差的啦 我就幫他弄了一個電動輔助自行車 然後隔天我們就租了一台車 我們就上我領區 這是我帥氣的背影 那因為他 他那幾天都一直在想說 他故事要怎麼呈現 他就是一個很 很那種完美主義 然後就很很集中 就是那幾天幾乎都沒有睡 我帶他去吃東西 他完全都食不食味 不知道在幹嘛 所以那天我就幫他準備了那個棉被啊 什麼的就在那邊 讓他在車上可以睡一下 然後我們就開車從台北前往花蓮 然後接下來就是去騎車嘛 騎騎騎騎就騎到上面 然後我就要帶回到 我剛剛分享的一開始 到底他給我的那個特別的獎賞是什麼 這會凌晨四點 He's comi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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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right there, right there What's a fight coming off Follow the steps Hey show show, Peter McKinnon here How are you doing man? How are you doing? You're probably tired because you just rode a bike up a mountain which is insane But congratulations on becoming King of the mountain Hers just started a YouTube channel which is awesome So if you ever need any help or need anything Let me know Hit me up Email, phone Would love to chat with you And hopefully I get to meet you one of these days Because You've got quite the journey ahead my friend You're gonna love it And all you gotta do is just get that first video up Just get those first few videos going And the rest will follow You got this I'll see you on the internet I'll see you on YouTube That's where I'll see you Peace Hey show show, El Mills here Just want to say welcome to YouTube That's super exciting that you're making videos And starting a channel now I can't wait to see the stuff you make I'm going to subscribe and like every single video And that's just really super fun Good luck to you man Can't wait to see the stuff Show show, welcome to YouTube Congrats on the launch of the channel Also congrats on being king of the mountain Alright, I'll see you on the internet show show I told you dude The Area 51 guards They won't find you here I have this place unlisted in the phone Hey Oh show show What's good brother Congrats on starting your YouTube channel Please if you need anything Feel free to hit me up If there's anything I can do to help Feel free to reach out Feel free to hit me up If you need any advice I'm here to help you Any advice on either Feel free to let me know Welcome to YouTube S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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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at's up It's Fabio from Epidemic Sound NYC I'm here with the team We're excited about all the stuff you're doing in Taiwan We're excited about your new channel We want to give you a special help By giving you one year of free Epidemic Sound And why? And why? Dude! Oh thank you so much Yeah I mean It's a time to It's really It's really It's a struggle It was over for quite a long time And yeah We keep trying Keep trying And now Something magical happened So that's the I couldn't be I couldn't be I had to be a part of the fatigue guards man Wearing my King of the Margin merch The YouTube channel We created ShowShow To spread his beautiful messages About Taiwan's independence Freely And globally Is now live Please go give him And Taiwan The support they deserve 3 2 1 Don't forget You're awesome bro And I'll see you next week Wednesday So it is Nice run Oh Oh So漂亮的破關耶 破了這個隱藏的關卡 當然因為他來台灣是件大事情啊 所以有媒體報導啊 然後就是 當然很多 厲害YouTuber他們也都知道 然後都主動傳訊息給我說要跟我拍片 然後 因為Demace我們就變得很好的朋友嘛 所以他還邀請我去參加他今年本來要 然後在南非舉辦了婚禮 婚禮上面 Casey Neistat Peter McKinnon 他們全部都會去 然後那些 剛剛在影片上面那些YouTuber 都已經跟他們聯繫 然後就決定 他們很多都要來台灣 然後我們就可以一起拍片宣傳台灣 就超爽 真的覺得這人生真的是一片光明 人酸不如天酸 已經來了 外國人進不來了我也出不去了 可是 我覺得 很多事情都是這樣子啊 說 就是不期望的事情發生 但是也是會有美好的事情發生 我覺得 發生改變我一生的一件事情就是 對 就是說一句話 我現在 我的女兒出生了 她 她今年5月17號出生 是一個很可愛的小寶貝 她出生之後 我覺得 對我來說我的人生完全變得不一樣 因為我以前一直都覺得 我就是 要一直去破關 我要做我自己人生的英雄 但是她出生之後 我只想要做她的英雄 完全不一樣了 這是她出生的一些畫面 兩千八百三十三顆一個人小小女生 然後 都 很健康 然後她很像我 她很喜歡 她不喜歡待在同一個地方 所以她 哭鬧的時候 我就要抱她起來走來走去 然後我們跟她去 一起 體驗了很多 第一次 第一次幫她洗澡啊 第一次幫她洗屁 然後我現在 開一個頻道 我就是要把自己的全部記錄起來 每個禮拜都會有一支影片 她今天也有來 她現在就在房間裡面 休息 現在兩個月又十天 十一天 每次我看著她啊 我都會不經濟去想著 她以後長大會是什麼樣子 我覺得可能是 會變成神力超人的樣子 因為老爸是我啊 一定帶她去上三下耶 搞不好她會變成像 艾瑪華森這樣 很正 很有氣質 為女神 女權發生 有沒有 我不知道她會長成什麼樣子 但是我一確定的是 我希望她活出自己的樣子 然後 有了她之後 我也希望 所有的孩子 都能活出自己的樣子 所以 我在今年 我開了 因為也沒辦法 沒辦法推廣腳踏車 我沒事看 所以我開了一個Podcast 叫做 不正常的內研究所 這不正常的內研究所 我想講的就是說 不是 這條 人生這條路 不是就只有單一條 主流觀 價值觀這條路 就是 不是說人生就一定得 考好試 考好學校 找好工作 買車買房 取醫生子 過幸福快樂生 其實還有好多好多 不同的可能 我訪問到的這一集是 她高中畢業 沒上大學 但是她用她自己 高超的空拍技巧 爭取到像跟台灣頂級的攝影師 林秉淳 共識的機會 這個機會是 你很多 你唸再多書 你都排不到你的 然後 我也 訪問這個是她高三下學期的時候 她放棄學測 因為覺得 這條路就不是我的路 我幹嘛要去走那條 擠那條 不適合我的路 她在那邊狂做動畫 做出一支爆紅的足隔動畫 她現在是一個世界級的足隔動畫師 就是按著接駁完 超賺 我也訪問到這個 就是她原本是學業的魯蛇 你知道嗎 然後還變成工地主任 然後不然怎樣 她就很專注做這些事情 然後就變成現在是一個千萬幾的講師 還是我的經紀人跟教練 很超 很超恐怖 好恐怖 但是我喜歡 我就想跟大家講 我這個節目想跟大家講一件事就是 其實不正常才是正常耶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路啊 真的不是只有一條路 我們有360度 都有自己的路可以走 甚至整個 就是那種三度空間 你要怎麼走都怎麼走 最重要的是真的 要活出自己 活出百分之百的自己 然後過一塊人生 這個就是我想要 跟 這個節目想要跟大家說的 然後在分享的最後 我有一個秘密跟大家分享 然後有一個邀請 這個秘密是大秘密喔 天大的秘密 如果說大家 覺得我剛剛故事講的還不錯 我是跟兩位學 第一個就在那邊 我 謝謝憲哥 我環遊世界回台灣 我在出書之前 我就去報了憲哥的說出影響力 我是說出影響力二班的學員 真的是憲哥教了相當多說故事的技巧 那我在之後上台這路上啊 真的是突飛猛進 第二個人是他 他是許榮哲教故事 他也是明天的講師之一 我在他那裡學到了 他自己有自創一個叫做 靶心人公式的七部 英雄旅程靶心人公式 其實我剛剛的 這個整個分享的過程 跟我的影片 我其實套用很多很多靶心人的公式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發現 所以我真的覺得大家真的是 超賺的耶 明天真的一定要好好把握 就是如果真的想講故事的話 然後最後我覺得我有一個小小的邀請 因為我在分享玩的時候啊 我常常會聽到很多 不管是老師或是家長 他跟我說 怎麼辦 現在網路上 到處都是廢文廢片怎麼辦 這時候我都會回他一個人講話 他說啊 你要去跟孩子溝通 你不進到他的世界裡面 你不跟他站在一起 你要如何跟他溝通 這句話是 我從 這位 我忘了在哪裡 反正就是 因為我是葉平成的粉絲 葉平成老師的粉絲很久很久 好久以前開始抱著他 我就是看他的東西 我忘了在哪時候 哪時候聽到 anyway 反正就是他講的 所以每次那只要有老師跟那孩子 問說怎麼辦 我孩子一直打電動啊怎麼辦 你就要去跟他 你要去了解他世界到怎樣啊 你不瞭解他 你怎麼跟他講啊 你如果把他引導到 你覺得想要他去的方向咧 所以我真的想要很誠摯的邀請大家 我們就 去網路上的內容費 我們就來改變他 如果齁 如果你是那種 不想拋頭露面 但是你寫文章寫很好的 你就多在FB上面發多一點文章 然後多出一點書 就像這個蘇文玉老師一樣 還沒來 我想說可以Cue到他這樣 那如果啊 如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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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那個聲音很好聽啊 然後很療癒的啊 我覺得你真的可以 開個Podcast 對 什麼時候要把那個 節目大綱啦 說要交給我 那如果你 顏值很高 然後又 不在意在鏡頭 鏡頭前面 拋頭露面的話 你可以學我們 就是小偉老師啊 對不對 拿到空外機 還可以把你那個 就是360度全景的美照 就擺在一起 我覺得 真的很誠摯的邀請大家 我們一起來網路上 創造優質的內容 然後 我是張秀秀 我們網路上見 謝謝大家 羞羞還有一分鐘 時間掌握得很好 我們再掌聲謝謝羞羞好不好 我先講一件事 明天許榮澤老師那一門課 他還有另外一門課 不要因為羞 就是同時間是有兩堂課 一個是手機如何拍出好短片 我希望那一堂課還有人 好不好 請你堅定你的選擇 之後你可以補課 我們網路上都還 手機很好用 因為許榮澤老師也是允許我們錄影的 所以大家不要跑到那邊都沒有人 這是第一個 那我記得今天晚上在 還沒開始之前 秀秀來準備的時候 我們在閒聊 有人就問秀秀說 我們現在都講說 讓孩子自己發展 怎麼辦 他如果亂來怎麼辦 我第一次聽 第一次我在講話聽到這種聲音 通常都是我在玩別人 那我想秀秀剛剛的演講裡面 給我們一個非常清楚的答案 不是亂來就可以了 還要有目標對不對 包括把自己老婆送進阿滴的那個 團隊裡面去學別人的工夫 所以基本上 不是說不正常 讓他自己發展 他就會亂來 而是你要教他 怎麼去學會他 訂定自己的目標 然後朝目標去前進 好我們今天還是非常非常感謝秀秀 再給他一次熱烈的掌聲 當然依照慣例 我們會給我們的講師 一個我們鋪浪年會的一個禮物 我們請取得孝宅來幫我們 因為你比較帥 你跟他拍照比較好看 我們鋪浪神帽 好這已經絕版了 目前沒有多少頂了 好我們請秀秀戴上帽子 一定要戴不一樣嗎 謝謝 好謝謝秀秀 也謝謝我們取得校長 那今天的課呢 我們就到這裡結束 那有一些 呃 事務再公告一下 明天早上六點 有參加晨跑的人 其實你的晚跑證明 都幫你 幫你印好了 我們會在終點等你回來 所以你不要不來領 都已經印好了好不好 扮你也假裝有跑 來領一下這樣子 跟我們上午校長 合照領個巧克力 好不好 請你務必要爬起來 六點 明天早上六點 那明天呢 七點放飯 明天七點放飯 最後一個 等一下呢 這邊晚了以後 各位如果可以的話 還有體力的話 我們在如意廳有宵夜 也是大家可以 互相溝通聊天的地方 我想非正式溝通 就是最好的溝通 我希望各位來這邊 可以認識非常多的好朋友 我們今天的課程到這裡結束 謝謝各位晚安了 走的時候 記得把自己不應該留在教室的東西都帶走 我們等一下還是會把這裡關起來 國書你在嗎 國書 有人連手機都可以掉的 來 這裡 林國書 國書你有來嗎 新竹棒的 新竹棒的 我會給你一遍 那兒 我會給你一遍 谢谢大家